由甄子丹监制并主演 罗志良指导的营救灾难片《搜救》 9月27日 紧急关宣定当10月3日上映 59岁的甄子丹 这次带来的是 一段在极寒绝境之中 舍身救子的感人故事 本篇讲述 在一个寒冷的冬季 一组游客家庭 自驾进入东北长白山旅行 原本是其乐融融的旅行 却因父亲阿德的过失 导致8岁的儿子不幸走失 阿德夫妇向当地相关部门寻求援助 搜救行动即刻展开 黄金救援时间纷纷渺渺流逝 但是孩子却仍未见踪影 不过即使希望渺茫 阿德和搜救队依然不离不弃 最后生命的奇迹会出现吗 甄子丹和韩雪 在本篇中扮演失踪孩子的父母 孩子因为受了父亲的责罚而走失 恐惧 后悔 自责 绝望等情绪叠加在一起 让这对虐心父母 在一次又一次的希望 与失望中饱受折磨 整部戏看下来 让观众和主角一样非常揪心 也看到了甄子丹等主演真实又催泪的演技 国际影星甄子丹 在这部新片中 收起了功夫巨星的锋芒和光环 成为了一位不顾一切一命换命的平凡爸爸 他只想在冰天雪地中 找到一息尚存的孩子 那种无力感无奈又真实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憔悴又绝望的甄子丹 这是甄子丹首次尝试主演一部冒险灾难片 可以说是他从影三十多年来的首部转型之作 从这张海报上 我们也几乎认不出来面目全非的甄子丹 可见整个救援的过程多么的惨烈 这种题材在好莱坞里见不鲜 比如巨石强森 布鲁斯威利斯 连姆尼森都主演过这样的电影 但是在国内 这种电影题材却非常罕见 在刚刚发布的这支预告片中 我们看到了 漫天暴雪 高山雪崩 坠落冰湖 水底营救等惊险刺激的场景 本片特效可以说相当逼真 部分场景在东北长白山极寒的雪山 森林 冰湖环境下 拍摄了两个冬季 真实的自然环境结合后期视觉特效 让观众也仿佛森林绝境 本片导演罗志良 曾经多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导演提名 代表作品有消失的子弹 异度空间等 希望这部充满诚意的精彩作品 在上映之后能打动每一位观众 并收获令人满意的票房 这里是胶囊电影台 关注我一起看好戏 感谢观看